民眾等不到縣長現身 要衝進縣府大廳 遭到優勢緊勵阻擋 爆發第二波的推擊 民眾有人跌倒在地 有人疑似拿手牌打警察 圓警嬰兒要搶走牌子 民眾來自彰化縣西湖鎮 西市里等就在東羅西的沿岸 東羅西多年來被畜牧等污水 污染得很嚴重 彰化縣政府有意在東羅西的東岸 國有地上設置畜牧 糞尿多元化處理中心 可以減少畜牧場的甲烷量 早期還可以供應熱能發電 號稱無臭無污染 可是居民擔心生活環境受影響 民眾出示公文 之前縣府承諾 只要西市里的里民反對 就不見這個處理中心 民眾卻發現 其實行政的流程悄悄的繼續進行 說什麼已經不需要茂然設置 結果也是都不收信用 都繼續黑箱組織一直做 就是這樣騙就對了 在這個可行鮮民屋的改端 之後還會辦這個宮廳會 政府農業處表示 預定地臨近西湖鎮垃圾處理場 遠離人口稠密區 而且全場規劃採密壁式的設施 不會有臭味飄散 未來還將規劃為環境教育場域 民視雄林文華彰化報道 ministers西湖鎮沃 已經稱呼吸到 下降旅行 去年造科飛行的 除非,前半史尺 亿佛領 我們以後 在於有蒸 市街上